最早法轮功的学员知识分子非常多 也有在东宫内部的高级官 我那个联工典江苏省委书记 陈慧友来跟我们联工 我站了大概是从上午十点半 一直站到晚上的十点左右 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去过厕所 没喝过一口水 就是为了想给北京减少一些压力 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 那么中共这么来攻击他 我们也说我要不站出来说句话 我觉得我做人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人心构成的 我后来被抓过两次 第一次是劳教 第二次是被判刑 对中共来讲 稳定他的政权是他头号任务 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中国社会站着和平抗争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法轮功并没有政治的诉求 没有要求随随下台 就是站着要求 站着抗争 欢迎收看金银论坛 我是石山 4月25号 每年这个日子 法轮功学员都要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上个星期 纽约法拉盛有几千名法轮功学员 他们进行了一个游行专门纪念425 那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也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很多人呢 其实都有这么一个疑问 我们都知道25年前4月25号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去上访 中共感到非常害怕 最后将这名下令全面镇压这个民间的信仰团体 说实话呢 就我个人来讲 我了解中共的这种邪性 所以我知道 中共为什么他会镇压法轮功啊 当然因为他害怕嘛 但是呢 为什么说法轮功学员当年的抗争 以及后来这25年的这种坚持 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好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有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军女士 还有独立电视片的制作人李军先生 好 今天呢 我们也有幸邀请到知名媒体人李沐阳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今天这几位呢 都是法轮功学员呢 我们今天要请他们谈一下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也要提醒大家订阅 我们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我们的节目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 都会在干净世界独家网络播出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所以第一个问题啊 就要问李沐阳先生 李沐阳先生 1999年4月25号啊 您当时是也在北京吗 对 我也在北京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当时这个情况跟我们谈一下 对 425那天早晨呢 这个我就听到消息 因为我们在练功点练功的时候呢 有周围的那些这个工友啊 就告诉说这个天津的那件事 现在处理不了 人们都去北京上访 然后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跟我太太商量 我说咱们是不是也得去啊 因为这种事儿 你如果不去发生的话 这个真相恐怕就没人知道 政府错了得给他一个改错的机会 我们出了北海公园之后一看现场的那个人呢 真的是太多了 我当时感觉到非常的吃惊 因为我在去之前呢 心里边还有点这个犯底部 如果一个人去的话 心里边有点感觉人难事故 可是我到那一看现场人太多了 我没想到绝对没想到 中共官方说它是有1万人在那上话 这是中共官方这个投报出来的数字 但是实际上您知道 我听到的消息是什么吗 因为我整天 我到北京大概是上午的10点半左右 我听到的消息就是通过这个人们之间口耳相传 告诉我说 哎呦 现在又有很多的人 然后呢就是这个数字1万1万的往上讲 我听到最多的时候是达到13万人 这是我最后听到的一个数字 这个比中共官方通报的数字远远的超过了很多 这是我感觉相当震惊的 第二个让我震惊的呢 就是那么多的人非常的有秩序 因为我就在他们当中啊 我对他们观察的以后是非常仔细 没有人喊口 绝对的都是那种展现出来的 那种特别高的那种素养 人们都在路边静静的想准备反映这个真实情况 比如像我吧 我和我泰的那两个人 北京上访的目的就是想 告诉人们我们就练法轮功之后 有什么样的表现 中共政府呢 这个镇压法轮功 错了 就抱着这么一个极为简单的这么一个想法 对 然后就去了 没想到就去了那么多的人 展现出了那么高的素兵 这个是让我感觉到两个非常震惊的地方 我想问一个比较细节啊 因为很多朋友在谈到这个425法轮功学员 去北京这个上访啊 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啊 这是这个包围了中南海如何如何啊 其中有一个细节很多人都提到过 就是说当法轮功学员撤走了以后啊 地下连一个纸片啊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有时候以前呢 跟朋友谈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肯定是做了严格的要求的 这个感觉是这个发了文件啊 这个强调再强调 你们当时有任何事先的这种要求吗 或者说这个要注意事项等等啊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 这个呢我跟您这么讲啊 我在北京的这个浮游街 离浮游街我站的位置呢 离浮游街不是太远 在那个位置我站了大概是 从上午10点半一直站到晚上的10点左右 这个是90点钟吧 这么长时间 我没有去过厕所 没喝过一口水 我没吃过一口东西 我周围的那些人呢 除了那些年龄很大的 他们呢是在后边呢 累了可能会休息一下 剩下的像我当时的那种 二三十岁三四十岁 这种包括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一直在路边静静的站着 从来没有说 你应该这么样 有人出来组织你应该那么样 从来没有 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 不走动就是为了想 给北京啊 这个减少一些压力 因为你想那么多人 都聚集在一块 如果说假如说 每人去一趟厕所的话 就以官方的这个数字来说 一万人 假如说每一万个人 每人去一次 就是一万个人都要去厕所 那这个厕所的压力非常大 就给北京的市民带来压力 所以很多的这样的法律工学员 他都是像我一样 就是少喝水 不吃东西 不去厕所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组织 我再跟您讲 我当时在我们县的这个修炼法轮功部去 我们县是38万人 据我所了解 修炼法轮功的有3000人左右 大约是1% 这个有这么多人 3000人修炼法轮功 可是去北京的人数 许只可数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都不知道消息 我是很巧合的听到了周围的人告诉我 人们去北京上访 然后我太太商量 要不然的话 我当时可能也就在家里边了 也没有办法把注意事项给发下去了 李军当时就已经练了法轮功了 对不对 对 你就不知道消息吗 你去了北京吗 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 至少不是我不知道 好像南京的法轮功学员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人知道 都是事后才知道 天津抓了法轮功学员 有些人去上访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法轮功练得都非常好 那如果说真的有通知的话 那我估计南京去个大几千 上万人都是有可能的 就真的有通知 就是哎呀 这个中共要镇压了 然后这个就抓了人了 我们是不是去表达一下我们的心声 那去的人很多 那会很多 所以后来人家说严密组织 我说组织啥 这种组织绝对不可能 就那么点人去的 沐阳 你当你后来 你是被中共抓了 就是在之后吧 不是425了 在之后 后来是被中共抓了 去425上访 这算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罪名吗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罪名 因为我后来呢 这个被抓过两次 第一次是劳教 第二次是被判刑 这两次呢 其实这个都是因为跟425有直接的关系 我以前是在大陆的这个电视台 我们的那个局长呢 在抓我之前 有两个局长呢 就跟我这个谈过几次话 他们在这个谈话当中就明确说 你还去北京上访 指的就是这个425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425对中共的冲击有多大 他们就是抓我判我 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一个 我了解的那是也是一个工友了 他是廊坊人 我们在天津呢 这个425之前 从4月21号 4月23号 我一直都在天津的教育院上 然后呢在那儿 我就是一个廊坊的这个法轮务员 他叫曹宝玉 现在这个人呢 已经复在了 被中共扑害致死了 这个曹宝玉呢 是廊坊的一个电弓点的 后来就因为这个 在天津的这个425 423的事件 他被抓了 就被中共给这个处理的很严重 中共在720迫害之后 给他判了这个很重的刑 然后就在监狱里面 遭受了这种酷刑捕打 大概是2006年 这个人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跟这个425有直接的关系 尤其是在这个中共 镇压法轮功的早期 跟425有关这个事情 对他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所以李军你也是 这个去过洗脑班 还是劳教过是吗 被劳教过 对 就是我那时候 我425没有去 对 但是后来这个 镇压法轮功以后 一直到2000年吧 我觉得就是 我作为一个反论功学员 那么中共这么来攻击他 污蔑他 而且我本身在媒体 对 你也是在电子台工作 媒体的人都很清楚 就是那里面的这些报道 都是乌七八糟的 乱讲的 我当时也跟后来 我太太也说 我说我要不站出来说句话 我觉得我做人是失败的 因为你把这个 一个好好的功法 说成这样子 你说我就全说在家里头 就永远不敢去说句真话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性格 所以那后来弄完之后 去过之后 回来之后 先拘留了我15天 那么当时 以为这个事情过去了 结果后来就是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在那个片子里在骗我 打电话给我 说李军啊 说我想不通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高级知识分子 因为在南京啊 这个教授 对 然后还有一个 那时候南京联工 最多的是14所 就是中共很核心的一个科研部门啊 这么多专家学者练法轮功 他说我真想不通 他说你又是电视台的制片人 他说你们为什么学 我很想了解 你们能够聊一聊 我很高兴啊 我说警察想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就去了 一去这个砰 他就把我关起来 关到门里头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今天晚上 南京市集体行动 把这个认为的骨干 和曾经去过 这个北京的人 全部要抓起来 我说你这是违法的 你把我骗了 但是他说 我说我知道违法 但是这个 这是南京市统一行动 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 就把他们送去的 南京市第一届洗脑班 他那次第一次洗脑班 因为当时办这个班的人 他自己都不想办 我说白了 因为那个当时是 南京市一个 郑保署的处长 他这个班完之后 后来他就被撤了 对 因为那个是 政法委的统一的一个 对 他当时 因为那个人呢 他在98年之前 我们是知道他 他当时呢 就是说这个公安部 对整个这个 法轮功学院内部 做了摸底 他在南京市 他是一个一个去调查的 调查完之后 他找到南京市 副导站的站长 说我了解过了 南京市的法轮功学院 全是好人 没有一个人有问题 都是非常好的人 而且当时呢 我公安局的同学 实际上私下里 都跟我说 在99年初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过 他说你们练法工人 太多了 他说这个上面调查了 说你们在外面 练功的人就7000万 我说人多不好吗 他去病健身 按照征山人修自己 不是好事吗 他反正就叹气 因为那时候 我对中共还没有 离脚那么套毛 我当然想 我说这么好过法 他不可能迫害吧 但是他后来 但现在反过来看 我觉得是 你怎么看这个425这件事 当时让别人说 你不管说包围中南海也好 什么冲击中南海也好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看这件事 如果没有这件事 是不是就后来就没有镇压了 这个我觉得 如果走到今天 我们反过来看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应该会非常非常清楚 以前有人就说 因为425才有镇压 这个我觉得 完全这个逻辑是不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它的本身 它这个特点和它的特性 究竟吧 你想在中国 有一亿人信仰法轮功 这中共能忍受得了吗 你现在在中国大陆 你不要一亿人了 你就有一万人 他可能都无法容忍 其实那时候我知道的 就是 早在那之前 就是中共从它内部 特别是公安部门 它早就想来镇压法轮功 最早可能是从1996年就开始 当时的光明日报事件 其实就在铺垫 那么后来呢 内部又搞了好几次 他们想来把中共 中共想把这个法轮功定行为邪教 然后镇压 但是呢 都被法轮功学员 通过各种方式给化解了 因为那时候 大家知道在国内 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 我那个联工典 江苏省委书记 陈焕有来跟我们练功功 就是一个省委书记啊 到我们这个练功典来 然后杨子婉报 他做了个报道 说陈焕有书记 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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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得很熟悉 看呀已经练得很久了 那而且呢 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 他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的这种信誉度很好 就美誉度很好 那么那这种情况下 你想去镇压他 很难的 但是呢 他要慢慢做一些 一直到了99年初的时候 我刚才讲 就我的同学基因 我说有可能上面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四二五事件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就是 就是法轮功学员最后一次 想去阻止中共迫害的一次努力 但是这次努力呢 没有最后成功 就是你虽然 其实当时一开始是有点改变的 当时朱镕基出来表态嘛 所以你们要搞这干什么 就让他们练嘛 练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江泽民不同意 然后其实那时候 那个公安部内部 已经内定法轮功是邪教 就已经要开始镇压了 我想问一下李沐阳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中国大陆 起码大家都生活过很长时间 很多人啊 或多或少 你也知道中共那个德性 人数这么多 在一个公共场合 它一定会引起中共的这种反弹 或者它的这种反应 那当时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一定要4月25号 要到北京去这个上访 结果会这个很多人会说 你看所以呢中共就如何如何了 对你来讲 你觉得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哈 人们的都没有看到一个事实 在425这件事呢 其实人们去这个浮游街 很多人被说呢 是围攻中南海 其实浮游街上是有中共的中办两办 它的办公室在那儿 上访要去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后来有很多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呢 就他们回忆 当天早上是去上访的这些人呢 都被当地的公安和警察给引导到这个中南海的门口 另外还有一个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说我在天津的时候 4月2至3号 那天呢是天津清场 425的这个由来 就是因为天津这边呢 这个抓了45个法轮功学员 怎么回事呢 当天是这样哈 当天下午的6点 6、7点钟的时候吧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大批的这个天津公安 就冲进了天津教育学院 当时很多的人 大约有这个一两千的法轮功学员 都在里面呢 静静的等待着 向天津的这个教育学院 澄清事实 但是天津这些公安呢 就真的是动手 因为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况 比如说我吧 前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会被公安这样的对待 真的是非常粗暴的往那拽你 然后往外推连推带嗓 甚至连踢带打 有一个小姑娘离我不远 就被这个一个警察给打的 当时就 旁边有人就说 你不要打人嘛 这个刚说完这个话 警察过去就给那个说话的人 连着就是挤巴掌 像这样的情况 你看人们已经在天津教育学院 已经摆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就想往外走 可是走的时候 走到大门口 因为我是比较靠前了 走到前面大门口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条马路 门口前面的这条马路呢 在右侧已经被天津的那些公安 和那个警车全都给封锁了 只能往左边 而左边的这个路呢 也被公安给划出了一个 这个一条道 用它的警线 给隔离出一个这个人情道 只能最多两个人并排走 这么样一个困 只能从这走 那我就往前走吧 可是所有的路口 全都被封锁了 就给你留出那么一个 两个人宽的一条道 你只能沿着这个道 中间你不可能逐步逃掉的 就这样一路走到了 天津的市政府前边的一个 广场的那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天津的很多公安都是 胳膊胯着胳膊 架起了一个人的那个钢铁长城 挡在这个政府的门口前边 那个意思呢 好像是你不要来冲击 他是给制造了这样一个假象 其实当时我就 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就想原来中共这是 已经预设好了路线 给你引到了天津市政府 就像北京425一样 给你引到了中南海所在地 它是中共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所以这个事后来 425之后我就反思这个事 中共是在 就像李俊刚才讲 中共其实你没有425 中共也一样要增加法 因为修炼的人太多了 这一点呢 我知道跟那个 郭总编要谈一下 因为我们见过一些 中共的老法官 中共的监狱在60年代以前 40%以上的人 关在监狱里面 叫做反动会道门 就是全都是这个 各种宗教组织 各种的农村的 这个乡下的各种各样 这个是在对中共来讲 他认为他要想稳定他的政权 是他头号任务 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当然 我们很了解 这共产党为什么会 会做类似的这样事情 因为他这个 他是他由他那个政权决定的 当然郭总编我们大概都 cabinet都有同样的 这样的认识 但是法轮功学员里面 好像这个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 就是425 其实当时发生在425之前 有光明日报事件 法轮功它是在中国大城市开始传的 最早法轮功的这个学院 知识分子非常多 干部官员也很多 比如清华大学 它一个学校里面 就有好几百人在练法轮功 当时还确实就是在425前线 还有确实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就有像我这样的 就对中共一直是批判态度否定的 也有在这个东共内部的高级官员 它对中共还是肯定的 它就像李不阳开说 它希望它有错误能够改正 所以在这个1996年光明日报事件 到1999年425事件 这个之间这段时间 法轮功学员内部有很多 关于这些问题的交流和讨论 比如像我这样 我就觉得我经历过六四 经历过很多 因为我的家庭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共的内幕 对中共我从很小就是否定的 所以我当时认为中共 它一定会镇压法轮功的 所以对这个去上访 和中共官员去讲真相 我当时认为是没有用的 我认为它听不进去的 但也有很多学员 他不但自己是官员 他还是北京的高层 他有很多关系 他就认为不要去上访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力 我们这么多官员 我们应该走上层路线 找政治局常委里面的人去沟通协调 疏通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现在是觉得的 这两种做法都不对 因为如果当时隐忍下来了 因为我们的力量很大 那内部去找高官说也好 去所谓的沟通也好 实际上是在道德上 在人格上 在法律的这个关系上 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所以我原来那种看法 也未必是对的 因为那容易走上一种 直接对抗的一个路 我是现在感觉是缺乏善 反而法轮功学院4.25的这种行动 现在看来是非常了不起 它既不顺从中共体制的政治潜规则 而是以平等合法的这种模式 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这是法轮功学院的真 那同时上访呢 也给中共留下 可以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空间 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体现了法轮功学院的宽容和善 另外呢在中国大陆 大家都经历过文革的血腥 也经历过中共的杀戮 也知道这个公开站出来 跟中共提意见讨说法 将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 那法轮功学院明知道这些 他仍然勇敢地前往中南海上访 承受这个可能被报复的苦难 我认为是大人 那4.25看起来 是一个频繁的举动 但如果呢深刻了解中共的这种邪性 和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 法轮功学院这个4.25集体上访的这件事情 恰恰证明了呢 法轮功它是一个修炼的团体 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 因为我套句人的话来讲 其实没有这么傻的政治团体 那其实过去70年有很多中国人呢 也反对中共 就各种各样的反抗 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一些运动也做得很大 影响也非常大 你觉得法轮功学院的这种反迫害 这种抗争跟其他的这些团体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中国有个电影中 有一句台词叫做 站起来把钱挣了 那个这句话呢 很有意思 传统中国社会 要不就是挣不到钱 要么挣钱就得跪下来 所以他说呢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呢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社会 同时呢 发出自己的诉求 要求政府官员 对我们平等待遇 站着和平抗争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这呢 却是一个现代社会 转型的一个关键了 在中国 那有人说法轮功搞政治 其实不管425也好 后来的25年的这种坚守也好 正好说明法轮功呢 他没有搞政治 因为法轮功并没有政治的诉求 要求政治权利 当初也没有要求随随下台 或者要求共产党下台 只是要求一个和平的修炼环境 要求一个宪法中规定了的 信仰的权利 而且呢 不是求你 也不是跪下来求你 就是站着要求 站着抗争 当然大部分法轮功学员 并不是从这个社会转积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 是因为修炼嘛 就是不悲不喜 不推不救 修炼者就是要顶天独尊 但同时对众生有一种慈悲之心 不去争斗 这一点呢 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大概两年前吧 我大概两年前吧 见过一个宗教界人士吧 其实说了也没关系 他是一个西藏的喇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况 就算共产党倒了或者社会体制改了 也不会好到哪去 他是这么跟我说 他说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人心构成的 但是他是佛教的 他说如果人心不变 换了什么人在上面 换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上面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后来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就看来这个世界啊 只有两个力量可能可以对中国有所帮助了 这是他说一个就是佛教 一个就是你们法轮功 就是这样说的 说到我当时呢有同感 当然我觉得可能不止法轮功 还有别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善的力量 好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坚守自己的善的力量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